好 那个 我知道我们之前有通过电话有聊过 那还是要麻烦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Kiki 然后我是大概两年前从台湾到美国加州念书 然后我念的是doctoral physical therapy 就是物理治疗系博士的学位 然后我会来这边念书是因为我之前在台湾就已经 拿到物理治疗师的学位跟证照 然后也工作了几年 想说来美国看不看 然后最近是在去年2023年的三月多毕业 然后之后就是在考这边的证照 目前的话是在西雅图工作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美国念物理治疗师博士 其实那时候是我大二的时候 我以前的大学有一个交换的学程 其实就只有暑假而已 就暑假那几个月 然后我们那时候跟美国的Georgia State 就是亚特兰大那边 在Atlanta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有一个多月的交换学程 然后我们在过程中会跟他们当地的学生一起上课 然后也会参观他们的学校 还有他们学校里面自己的诊所 然后还有医院 全部都是跟PT相关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被大开眼界 然后之后在就一直想要出国的种子有种下来 之后在回到台湾工作的时候 觉得好像把台湾的工作 目前工作的环境啊 跟整个工作的文化 大概看了一遍之后 想说就来美国试试看 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想要来读书 我是想要直接transfer我的license 但因为美国法律的关系 我们必须还是要在这边有一个学位 好那你说 就是你当时在美国当一个月 是一个月交换学生吗 其实他也不算交换 我觉得比较像是 甚至连intern都不是 就只是一个shadow而已 甚至也不算man 一个月嘛对不对 才一个月 一个月 那你说就是那一个月让你大开眼界 是呃这边的设备让你大开眼界 还是这边 他们这边物理治疗师的可能技术让你大开眼界 还是什么东西让你大开眼界 嗯我觉得是那个工作的环境品质 其实我那个时候才大二 所以我们学的那时候非常浅 大二的时候交换 那时候学到也就只有很标签 什么生物解剖 然后激动力学那种非常标签 只是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跟我们已经知道的诊所 setting已经不一样 他就是都做one on one 然后我那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那个时候 已经在那间诊所看到无重力的 呃无重力跑步机 对 然后无重力跑步机 然后还有无重力加上里面放水疗的跑步机 然后这个东西反而是在我开始工作的第一年 才在台湾的副剧展 大家才疯狂推崇说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technic 非常新的科技 他们才那时候才引进台湾 所以其实我第一年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冲击蛮大的 就是人家在美国已经用好多 我在三年前看到了 人家在美国已经算是很普遍的机器 结果两三年后才进进台湾 那是那是哪一年 就是哪一年才进到台湾 你说的那个那个 器材者还是是哪一年啊 我是16年去美国 我记得我毕业是18年还19年 应该是19年或是20年 我才参加这个活动 那你后来是在台湾工作多久之后才去美国 我在台湾工作大概三年之后才去美国 那你觉得 就是那你这样比如说 你在台湾念 那你在台湾念硕士吗 我在台湾是念学士 然后我是学士之间转博士 因为美国物理治疗系的博士不像PhD 其实你不用做研究 他是clinical doctor 所以他就是有叫DPT 他不是PhDPT 所以我念的是走clinical doctor clinical doctor的criteria 就是如果你在你的国家已经有证照 然后执照 然后工作经验 其实他是可以直接transfer到博本的 了解的 那就是像你现在在 美国念完算是博士班的物理治疗师 然后你也在台湾 受过许年 你觉得 就培养一个物理治疗师来说 你或是培养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台湾跟美国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是独立性 其实我必须说 在台湾跟美国的教育系统下面 我觉得台湾教育的系统非常完整 已经是非常完整 而且我们台湾其实是走美式的 跟美式的教育学派跟理念非常像 所以因为目前物理治疗 大概目前我知道 大概比较分三个地方 不太一样的系统 就是欧洲欧洲的系统 澳洲澳洲的系统 美国美国的系统 我们其实是跟美国比较像 所以我刚开始来上课的时候 衔接都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美国的 教学方式比较像是 让你主动思考 为什么我要这样评估 为什么我使用这个方式 然后要自己去把那些架构 那些生物力学跟机动学架构 拉出来 自己去把它思考成一个回路 可是在台湾比较像是 我跟你说 这个人肩膀受伤 我要做的是什么步骤 就是反正我就做这些测试 这些测试出来都是正确 然后他就是旋转肌绣受伤 可是美国会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测试 这些的mechanism在哪里 为什么你这个测试 positive 那他就是旋转肌绣受伤 对 那么我觉得我们比较少一点这个流程 不过我也可以理解是因为 在台湾其实教学 我觉得教学的方方面面 非常的完整 因为物理治疗不是只有骨科吗 还有什么神经小额 在台湾你教学系统出来 你是可以很完整的 我可以觉得是很多方面都可以稍微应对 非常一定程度的物理治疗师 可是在美国的话 如果这间学校比较重视骨科 比较重视神经 然后比较少一点小额的部分 其实他们少的那个部分 就真的是会比较标准 你可以很明显知道 每一间学校放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那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了解 那 我自己在台湾之前 有接触一些物理治疗诊所 那有接触他们检测的方式 我知道 有一些物理治疗师会用SFMA 或是NKT之类 你自己之前有比较习惯用的 检测系统 检测方法之类的吗 其实没有 我个人走的就是比较 最basic的 机动力学跟生物力学的方式去检测 然后比较用功能性的方式 依照他的需求 他比较 他的生活方式 生活形态 跟他的动作形态 最常使用到哪一个 或者是 对我就以比较功能性的方式去看 我比较少走一个系统 我觉得比较自私化 可是我是觉得那些量表 还有那些测试方式是有他自己的用途 那这样听起来 应该从台湾到美国 应该会属于一个蛮无痛衔接的吧 算是哦 除了语言文化之外 你说知识 就是knowledge的部分 我觉得算是蛮无痛衔接的 哦那不错耶 那好 那呃 你来美国两年 你有中间有回台湾吗 有有有 我刚好很幸运去年 每一年都有刚好有时间可以回台湾 那比如说这中间 有没有会 会不会很想家 会 会超级想家 我觉得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有没有那如果要你挑 你最想 你现在是在台湾哪里啊 我在我之前在桃园 我家在桃园 可是我都在台北上班了 啊台北台北的哪里啊 呃 我跑蛮多点 但是我的固定的点都在 信义大安的那一区 东区信义大安 就那那几个区在跑 诶奇怪 那我们地区蛮重低 我怎么没有遇过你 好 我因为我在工作室或者是诊所也有 然后还有学校 还有学校的系统里面 好 那呃 如果要你说 就是你最想台湾的 什么一个东西 你会觉得你你可以说 就是你可以说出什么 说出吗 诶 哇 其实我反而是对食物那些还好 我觉得我最想念的可能是朋友 吧 因为我其实我是自己装便过来的 我在这边是没有 就是朋友跟家人 我觉得这个bonding是我最想念的 哦 所以在台湾是有男朋友吗 没有哎 就是 应该说我在美国是没有 来之前啦 来之前是没有认识 完全没有认识的人 就家人朋友都没有 对 所以我的bonding比较像是 朋友情啊 亲情这一块 ok ok 那那 那我觉得 有没有 有没有曾经哪一个时刻 读书的时候 或是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有没有哪一个时刻很挫折 然后 很想家 真的会 真的会有那个冲动 很想回家 回家吗 对啊 你看 有哎 我觉得 哎刚开始工作吗 到 到真的想回家 哇 我觉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挫折 会非常想家 那个挫折是什么 是那个 超级不舒适 全体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圈子里面 就是刚开 因为那时候过完学校这一关 还想说 哎 美国整个文化 怎么跟人家沟通啊 之类的 然后觉得自己还是算可以跟人家聊天的 然后结果一到工作场合的时候 就第一个病人就超卡 因为你要把你知道的专业的语言 跟你平常聊天会的那些词汇 把它更在中间 你要用他们的字 然后去解释所有的机制给他们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超挫折 然后就是觉得病人就会有一点迟疑的态度这样 他们可能不是真的对你保持迟疑 只是对你的讲话内容保持迟疑 然后再加上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还要 因为我们要写病例嘛 所以病例系统 其实是我之前在学校比较少的 比较少遇到的 对 在台湾也很少遇到 台湾的病例系统跟这边又不一样 所以是我完全不熟悉的环境 所以每天就是感觉一直在犯错那个时候 那时候就觉得 哇 我怎么会在这边这么痛苦 真的就会非常想加 那你就会说一种 就是那个 呃 有一个很经典的的剧叫做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我在中文叫模特 然后有一个讲西班牙话的妈妈 她就说我在说西班牙话 我如果If I speak Spanish I'm a genius 但是如果我讲英文的话 大家就把我当笨蛋来看 那时候我就觉得是这样 嗯 有有有我在这边有这种感觉 真的 会有蛮强烈的这个感觉 嗯 那你有你有打回家哭吗 有耶 我没有到哭 都是自己情绪处理完再打回家 打回家就是先闲聊 然后那一阵子也会比较常打给朋友 嗯 那好 那我当时因为你毕业在台湾工作三年 然后物理治疗师的薪水在台湾应该算蛮稳定的吧 算是哦 其实我觉得美国台湾都算稳定了 都算是一个很经典的职业 那那当时你决定或是可能申请在在申请的过程中 或是已经决定要来美国的时候 你家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支持还是 嗯 我觉得第一年 我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的第一年就有提到 可是我爸妈那时候就觉得啊 你就是听听就好 因为感觉没有什么很认真 第二年第三年在认真规划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他们是以支持为主 可是他们就会希望我是认真看待这件事 然后其实那时候跟我爸妈有个协议 是我要列一个计划书出来 然后那个计划书就是 呃我大概去了花费 当然实际的花费有列出来 那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之类的 就是如果我失败 我有没有办法承担起这个风险 他们就是一直在强调说 你要做最坏的打算 然后那个打算是你有没有办法自己承担 有的话你再去 但是基本上整体来说是以支持为主 那你真的有列出那个表吗 有有有我真的有列出那个表 但没有说到非常detail啦 因为我那时候根本也不知道说 到底会长怎样 就只是都是什么学章节啊网路上 大概大概列一个表而已 OKOK 那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支持的 我觉得是耶 因为以我们的圈子来讲 比如说因为我现在在西雅图 所以就遇到一堆科技业 相比于科技业或者是念商 或念财经的人来讲 我们这个科技出来的人真的非常少 所以大家都觉得 你有机会可以出去看看 当然好 这样 不错 那好 因为我知道你在台湾 你其实是有在带一些选手的 对 对吗 那你来美国之后 像我们这里聊 你比较带 可能比较偏向一般人 上班族之类的 你当时来美国是有想要带选手的吗 那这个落差 你自己是怎么 或是这样的距离 你自己是怎么看 我在台湾 其实就像是七成是一般的 股科的 一般股科 三成是在带选手 然后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pattern的 因为我觉得专职带选手的话 我老实说 我觉得我的受过的训练根本不足够 如果要带专项选手的话 是非常不足够 因为我之前是没有什么管道 我也是就是跟厂 跟或者是跟着其他的运动 有在做运动的治疗师学习 然后像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除了在台湾 除了你直接去国家训练中心 会有一套蛮完整的教学之外 其实我们 其实台湾在运动物理治疗上面 没有一个系统的教学方式 因为相比在美国 它有一个叫residency 就像台湾 比如说你想要走心肺物理治疗师 小儿物理治疗师 你可以去医院专门 就比较专门的 有点像专科训练制度这样 可是在运动这一块台湾还没有发展起来 比较像是自己去上课 或者是自己一个协会学会在开课这样 但是没有一个很有系统的从头到尾去教 所以那时候我来美国我也觉得 因为美国是有这个学程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还是喜欢 就是这样子的课流量 大概七成的一般股科 那三成的话可能就是 他也许不是选 他不是最职业的选手 可是他是业余的 他们可能有在打一些联盟啊 就是企业联盟的那种 所以我现在即使到这间诊所的目标组群里 我手上的病人也是差不多这样分配 对我来说落差是还好 是衔接算蛮像的 那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工作 有达到当时你出国前的期望吗 算是当时的梦想成真吗 梦想成真 我觉得以你说我2021出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绝对有 就是哇超梦想的 你有自己的住屋处 你搬到一个城市 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有在做sports 你有在做一般股科 但是在当然在这中间的路上 这个东西一直在改变 所以现在的话我就觉得 大概是 当然一直在改变 现在大概达成我 现在所想 所想象的那个生活 至少也有个七八成了 那你现在想象的生活是什么 我现在想象的生活 我希望 就是我觉得目标有点不太一样 以前就是觉得我要拿到一个工作 然后我要在这边当物理治疗师 所以这个短期目标 这个目标算是达成的 接下来就是 以我现在就是想要拿到个身份 就是最实际的问题 再来是我对我自己 我希望我的英语能力跟对谈能力 是可以跟native相复的 就是这样我在 就是对 然后应该说我有把我的主管 有点当做我的工作目标 所以就是希望 我希望我可以 未来可以慢慢朝这个方向迈进 我反而觉得我现在的pargift目标 但除了专业上一定有之外 我反而更追求的是危机处理 跟人际谷沟通 在美国的 蛮好的 蛮好的 那 来美国两年 你觉得在美国生活跟台湾生活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生活吗 我觉得是工作跟生活的就是品质差很多 对 呃台湾的生活 你是说以生活来说还是工作吗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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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 我觉得美国的生活是你要自己塑造成你喜欢的样子 对 所以他的 我觉得以general 非常general来说 各个方方面面 美国自由度非常大 但相对来讲你要对自己够负责任 那台湾的话其实还好 台湾你有很多帮助帮忙 还有各种社会期望 大家告诉你 你大概需要做什么 对 其实那个 我觉得在台湾你不会想那么多 不会想说要怎么规划你的生活 我啦 我自己 我没有一片概念 就我自己 生活下来最不同的地方 是在台湾我好像就觉得 哦 我大概就是继续工作 存钱 然后差不多的年纪 买车买房 这样 大概 我就会觉得我的目标规划会是这样 可是在美国 没有人告诉你 这些东西 然后你就要自己去探索 然后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像在家里啊 房子这些都是啊 没有人会帮你的 爸爸妈妈不会告诉你说 啊你应该要怎么做啊 你现在应该要买个房子啊 什么事都是你要自己来 就是 大家都说美国很自由 可是我觉得这个自由是 另一方面是要 你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任 嗯 大概生活是 是这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看小女生长大的感觉 太好笑了 没有人还只是只是有这个感想 但还在还在还在这个 屋上 那 嗯 好 回到一个嗯 好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 嗯 对于 嗯我觉得对于台湾的不管是我是教练 嗯 你是物理治导师 嗯 然后我知道台湾其实有很多教练 很多物理治导师 很多运动产业相关 或是健康产业相关的人 其实想要来美国 探索 读书 追梦 嗯 就你现在的经验 你会 给他们什么建议 嗯 嗯 我现在我会觉得如果你承担得起失败 你就可以来 我会建议你来 对 可是前提是你要承担这个 不是我不讲失败 就是如果你今天这边 不成功之后 你有没有办法 最白对我来说 可能呃对我来说最影响最大的经济 我没有办法 在我的余生把这个经济的部分 呵呵 还完这样之类的 我没有办法不担得起 如果我今天什么都没有要回去 然后从台湾 还得起这笔钱 可是如果当然经济没有问题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其他层面 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 接受孤独 就是要离开你现有的环境 这样 对 嗯 突然的话我其实 或者是羁绊啊 就是你在家里面 有没有家人要照顾 有没有另一半要照顾 有没有家庭 如果像我那时候的年纪 其实也没有什么羁绊的话 然后还有这个承担风险的能力 是我是蛮建议出来 可是我必须说出来不是好 不是好好 就是哦你出来就会 我觉得不管出来或待在台湾 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 因为再出来这条路上 也是经历了很多东西 只是因为让你看看到不同的 不同的东西 也不是说你今天出来就会 变得变得很强 变得很好 对 只是我还是蛮推荐 大家出来看看 嗯 嗯 你讲了 承受失败 嗯 然后 嗯 孤独 嗯 然后出来会经历很多事情 就是嗯 我有应该应该说 我应该好 我换一个讲法 嗯 就是当初 我当初要出来的时候 想说哇 终于可以脱离家里了 然后想说 因为我现在在 呃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嘛 就是 D1 PAR5 就我 这边的选 这边的选手 篮球啦 美式足球啦 棒球 全部都是职业队的选手 全部都是 毕业就是去职业 大部分 然后 就觉得 哇操 我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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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最顶尖的一个地方 然后 嗯 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申请到就来了 嗯 那因为我在台湾 其实有工作好一阵子 然后所以 有一些 可能有人脉 有一点点 经济基础 可能有一点什么 然后 然后也有一些 可能工作经验 所以来了之后 想说 嗯 来之前 想哇 就是要 大展身手一番 然后 对 然后 然后来了之后 我跟你讲 我第一件事就是 想说 全校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台湾人 有没有 没有台湾人 没有台湾人 整间学校没有 没有一个台湾人 然后说 那好 有没有中国人 没有一个中国人 我想 哇 整间学校 只有一个人讲中文 然后 然后 就是 刚才第一礼拜还好 第二礼拜还好 然后就 一两个月之后 就 哇 好孤单哦 好想教 跟我那时候来 就应该很像 因为 我现在在西雅图的 去很白 然后刚开始 我也是 没有认识 就这边 我是完全没有 没什么在认识的 然后就第一桌 好 没有什么在讲中文 第二桌 第三桌 然后就觉得 不行 我觉得我还是要拥抱 我 我的根的怀抱 对 然后 然后 但 但我比较不一样 是我其实很想念 台湾的食物 因为 我在 现在在Kentucky 所以其实很内陆 然后 很 就是 很黑人 然后 其实 嗯 环境 其实 就是自安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然后所以 其实走在路上 蛮恐怖的 最近走在路上 可能就会看到 白天要走到路上 你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 你看就知道 那个人 可能有 吸毒 干嘛之类的 对 然后 所以其实走在路上 就是 走在路上 你随时都要注意 然后 就会觉得 哇操 好想加 好想加 然后像我现在 每天吃汉堡 我们 我们学校是有 我们球队是有 他们是 我们 他们每天会有定食物 所以我们吃东西 其实不用钱 那 你每天就是汉堡 意大利面 披萨 汉堡 意大利面 披萨 汉堡 意大利面 披萨 我真的超级想念 台湾的食物 那 你刚刚说没有食物 但如果要你选 台湾的食物 选三个 你会选 你会最想要 最想吃那三个 那三样 其实我发现有 我有很想念台湾的食物 我觉得我以前 因为我之前 一开始的学校 在南加州 所以我很幸福 就是 都是最顶的 还有八方云集吗 对不对 对 八方 现在有八方 就什么 基本上什么都有 然后都很顶 然后川菜啊 韩式料理 任何跟亚洲有关 但我现在来的 西亚图真的是 也是还好 所以我在最想念 真的是牛肉面 第一个就是牛肉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个面炭的那种卤味 真的是受不了 第三个 我最想念的是 这其实也是咸酥鸡耶 哦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现在每天 我IG打开搜寻 有一半都是台湾 台湾泡面 猪脚 对 那些就是那种 很需要功夫菜 你都会超想念 对 很难变出来 然后变出来 可能也不好吃 嗯 好 那 避免前面讲 你有点太 很太沉重 太沉重 你觉得 除了刚刚说 可能承受失败 呃 对自己要负责任 也想之外 嗯 可是但我插一句啊 我来之前都没有 我在来之前 就是想说 可以啦可以啦 我怎么会失败呢 怎么可能啊 这样 然后然后负责任 想说可以吧 我生活绝对没问题 然后我一来就 就什么事情就可以 就是就挫折的连连 所以 这样啦 讲到比较会 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 我一来是 没有问题啊 我都几岁了 我然后我都出社会多久了 什么事情不会处理 我跟你讲 然后就是 当你一来这里 旁边都 旁边没有任何 可以讲中文的 的时候 你真的内心会觉得 天哪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 我怎么会在这里 对 然后有些时候醒 然后觉得 哇这里是哪里 对会有很 对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对啊 好那 嗯 这一路 我觉得好 那两年 这一路走来啊 就是 就像你刚才讲 你累积很多 我觉得 有挫折 有孤单 有可能有委屈 但 应该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 你觉得 像你刚刚讲 你有达成你当时 当时的目标 嗯 那 呃 你自己是怎么去面对 这些情绪 你自己是怎么消化 这些情绪 你刚刚讲 你会自己消化完 再打电话给 朋友会讲 你自己是怎么去消化的 对家人比较像是 消化完才讲 但是朋友 朋友就有点像是我 我消化的方式之一 哦 打电话就哭就对了 对打电话就哭啊 然后怎样怎样 然后 之前还会 都打同一群朋友 或同一个朋友 后来发现不行 这样人家压力值也很大 所以我就会分散打 我觉得真的没办法 就是需要 我的方式 就是需要宣泄出来 然后刚好我的朋友 也都是会愿意接住我的人 哦 然后 当然我有状态非常差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就去找学校的那种心理资商帮忙 因为在学校很好的是 你其实 我们都是免费的 都在 然后那阵子是我觉得 有些事情 不是说你朋友 帮不了你或什么 我觉得我们的情境 有点太让 太难让他 在台湾的人感同身受 对 有些事情 就是你很难去表达 对 因为你是在这边经历过 是你一个人来美国 美国发生的事情 可能他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经历 所以表达的时候 就很难表达 所以我就后来就直接去 寻求专业的帮忙 这样 你是要哭了吗 是要哭了吗 没有 我现在很OK 我只是 我真的很推荐 因为 我知道台湾人或亚洲人 听到这个就会想 这么严重吗 但我觉得他们是一个 有点像指引你 就像你今天中训 你自己中训 你可能练了六个月 然后都练了七七八八 你今天找个教练 他马上知道你哪里不行 他帮你讲 你就马上可以达到你的目标 就有一个 就是专业的人 可以帮你引导 可以让你少走 少走那些路 其实我也是 其实我也是 其实从来美国到现在 虽然没有很久 但我中间也有 就前阵子也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的低潮 然后压力非常大 然后就觉得说 那时候就真的是找朋友 找朋友可能聊天 排解不了 然后可能跟女朋友聊天 内心的那个情绪其实会排解不了 然后你跟朋友聊 他们其实也真的很难理解 你自己跟在外面 你要经历这么多事情 然后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跟 你可能没有人在你旁边可以讲话 所以其实我前阵子有去找学校的 就是可能偏向心理智商 那种他们去协助我 所以你讲到这 我起来蛮有共鸣的 那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当时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人生超 没有目前最挫败 就其实我在美国有重考 然后还不止一次 就是物理治疗师执照 然后基本上我身边的朋友 差不多就台湾朋友都一次就过了 然后那时候我是自己 甚至拖到了我的 我的签证的期限 就是如果我可以早一点考过的话 我后面的签证跑下来会比较顺利 当然身份在美国是很重要 所以我那时候是自己 又拖到了自己的时间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我那时候 心情最差的是 那时候的重考 并不是我觉得 我有尽到权力而重考 是我太自以为是 太有自信 然后自己犯下的错 然后就是没有人能帮你 要自己去解决 然后我发现 我解决不了这个情绪 然后你就是 那时候大家也都已经离开学校 因为考完四大就离开学校 就剩我一个人在这边 然后那时候情绪太强烈 所以我觉得 这个情绪 其他人 有试着跟朋友讲过 但是大家会偏向安慰你 这样 然后我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出口 就有点在鬼打枪 所以那时候我才去找 心理智商试帮你 那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帮你 处理让你比较可以 抒发这个情绪 他反而是 因为以我的话 我会很钻牛角尖 我会一直钻在这个点上 然后以前我的个性 可能就比较 看事情比较非黑即版 然后我就会 有很多负面情绪说 完了 我冲考 我拖到自己的期限了 我可能就要这样回台湾 这样 然后都是我害我自己 我就会很负面的 一直 我觉得我会是自责型的 所以他那时候 对我来说 他觉得我可以多分心一点 分心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比如说我今天脑子 开始很乱的时候 没有朋友可以聊天 那就去运动 或者是去出去走走 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分心 然后再来分完心之后 把那些东西都写下来 然后我觉得只要 其实我就是很想要 很需要一个宣泄的空间 把那些东西写下来之后 然后再去看说 为什么我会那么害怕 那我害怕 不做事我就会更慌张 然后我焦虑的在哪里 我就写下来也是蛮好的 就那时候就鼓励我写下来 跟分心这两件事情 我也有写下来 对啊 写下来真的很有帮助 你一写 然后你再回头看 你想说 那时候脑子怎么那么乱 其实我当下就只要去干嘛 就好了 蛮好的蛮好 那 你觉得 你觉得 换 换个问法 就是 接下来 或是出社会之后 你刚说遇到这些挫折 到现在 习惯了 那 这中间有没有 这这么多挫折 有没有像可能 有些台湾会觉得说 种族歧视 或者是说 可能白人黑人会歧视你 台湾人小小子 或你一个台湾女生 到那边生活 有遇到类似的事情吗 多多少少都有 对啊 甚至连大家说台湾人 我不会说台湾人欺负台湾人 只是 嗯 要怎么讲 多多少少都有 因为大家也都是 各自来这边 然后各自是独立的个体 所以 一开始 一开始以为 因为我们 应该出国的人 都会感觉得到 我们不像 印度人跟韩国人 就民族性很强的人 都是always bonding together 然后我一开始的设想 是以为是假 不会后来 也是有发现说 在 自己国家的屋里面 自己还是要独立一点 我们真的不像 韩国人跟印度人 所以这个当初 当初是我自己心里的落差 这是第一点 然后再来歧视的话 我之前在南 南加州的时候 还好 还算幸运 因为我们那边 华人本来就比较多 所以 歧视问题都还好 在学校也还好 因为加州 我的学校 亚洲人很多 虽然 外国人 就像我们的外国人不多 但那些 那些亚裔美籍人很多 所以也还好 但我感觉最大的歧视 是我搬来西雅图之后 就是 其实西雅图是一个很大的 LGBQ LGBQ 就是那个 就是 他们 他们是非常推崇 不要种族歧视 然后不要性别歧视 的 的一个城市 所以那时候 我以为我 很安全 但是我在咖啡厅 就像我说 几个比较白的区域的时候 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差异 还可以跟上一个客人 就是很开心聊天 small talk很多 一直问他 下一个到我的时候 他就直接 板着脸 然后说 你要什么 然后说 你说大声一点 我听不清楚 这样 就我有遇过这种 我自认为 我说话 别人一定还是听得清楚 而且我也没有 什么很复杂的东西 这样 就好几次 就是特别在西雅图 而且特别是在那种 就是比较白一点的区 还是会有 但是因为西雅图的 黑人 整体来说 真的蛮少的 所以目前我还没有遇过 对 但白人就是 我就会说他是隐性歧视 就是我很庆幸是隐性歧视 不是攻击啊 言语啊 直接主动的歧视 对 嗯 我来之前我以为 我以为 就是因为可能黑人会 我以为黑人会歧视亚洲人 但我来这边之后 我遇到其实白人 歧视亚洲人 然后黑人 本来对我们蛮友善的 哦 因为我太少遇到黑人 所以我真的 没有什么 不从 不能比较 就我 就我也不知道 我一开始以为想说 因为可能 我想说黑人都很大只 然后都很壮 然后我们台湾人 台湾人就比较小小只的 然后想说 然后因为我之前 有来一次美国 我在那次是去亚利桑那 去Exos去两个礼拜 然后那时候有去外面 吃饭逛街 然后那时候就外面遇到 可能黑人就会说 哎 这几个亚洲来的怎么样怎么样啊 然后就这一次来 Kentucky 反而就是 遇到反而是黑人 对我们其实蛮友善的 哦 但我觉得现在整体来说 其实即便是这么内 可能我遇到的白人比较少 但整体来说 其实蛮友善的 蛮友善 对啊 就是我觉得还是蛮友善 但是还是会 难免还是会遇到 歧视的东西 可是general来说 我觉得大家都蛮友善 那你自己 你自己会怎么 你自己是怎么去 嗯 处理 或是你自己是怎么去消化 比如遇到种族歧视 这个问题的时候 内心的情绪不爽 之类的 我那时候想看 我当下当然超不爽 可能说 干嘛忽然对我说冷淡 然后 可是后来我也觉得 不只是种族歧视 我觉得是一个 我有大概理出来为什么 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事情 我有特别发现 我受到 所谓我觉得种族歧视 差别 应该说 不然说种族歧视 我觉得是差别待遇 特别受到差别待遇 那几间咖啡厅 都在大雪城附近 然后我有跟我白人朋友聊 他说他也觉得 这不算种族歧视 只是因为亚洲人 真的小费都给太低 或甚至不给 然后又在大雪城附近 大雪的亚洲人 就是在念书的亚洲人 特别抠 所以白人就会 以他们来讲 他们 以服务生的角度来讲 就是 我今天对你那么好干嘛 反正你也不会给我 那么多小费 就资本主义啊 你给钱 我做事 你不给钱 我干嘛做事 对 然后我想说 其实make sense 有大概可以理解 OK 所以心理会比较好一点 OK OK 那我跟你讲 我来这边 就因为我来这边 然后我来这边就听说 反正小费现在都要给 差不多20%嘛 每个地方 对啊 很夸张耶 其实很贵 只要给一层就好了 对而且那是晚餐哦 我16年来 大家也是晚餐 才会给到10% 12% 对 超贵 但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就是会遇到有人 还是不给 真的假的 对 但我跟你讲 你看哦 我来我这间学校 整间学校 只有我一个台湾人 整间学校 只有我一个 就是 只有我一个讲中文 你要represent 华人耶 你是直接代表 华人 不是台湾 我跟你讲 其实不是我不给哦 今天发生很多 国外来都不给 哦 我遇到很多欧洲来 他们其实都不给小费 因为 对啊 可以理解 就在他们的文化 这不是可以要 但但但我说实话 我其实很怕被打 我 我我真的不敢不给 而且每次给太低的时候 就是 如果一起出去 有朋友给太低 然后就想说 我们赶快收包 赶快走 在他看到我们那张 对对 不然就下次不要来 下次不要再来 下次不要再来 很怕很怕 对啊 好 那除了 好 除了给小费的文化差别 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是 台湾跟美国的文化差别 文化吗 其实最简单就是 small talk 对啊 就是台湾 不会忽然就跟 陌生人开始了解 台湾人很有礼貌啊 这样 点餐的时候 你跟 Terry很有礼貌 可是他不会 随便就聊起来 这样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来的时候 我的culture shock 而且我那时候在 南 在南边 南加州 就是大家就是超喜欢 那些人 超喜欢small talk的 就是第一个文化差异 还有吗 除了这之外还有吗 我想想想看我那时候最惊讶的是什么 因为我一来就直接来学校 当然就是上课的方式 就是上课的时候 第一堂课 我第一堂课 我挫折感超大的 因为我们班那时候 除了台湾人之外 还有 其实还有各个 各个族群的 就就来自各方 然后一上课 大家在问lecture的时候 老师甚至还没问问题 其他就已经举手要问问题 就是他们想的问题是 就是老师没有要再提问 但他们还是在问问题 然后想说哇 这种东西在台湾课堂上 是绝对不会看到的 所以这个culture shock 也是很高 那 然后 你说一说 哦好 没有我忘记我要说说 好 那比如说 你来这边是 比如他上了课 你马上就都听得懂吗 还是 其实 你回去可能要翻译 或是你事情要先翻译 不会到说需要翻译 但是 他们上课的脉络跟那个观念 是我需要回去 就是上完课之后 再去回去想一下 因为台湾很明显啊 上课 lecture是丢你给你东西 这边上课是 哦不对 这边上课反而是 你事前要准备 因为老师会告诉你 你行前要干嘛 我们学校还好啦 但只有有些几堂课 我特别有这种感受是 他会在preclass的时候 然后告诉你要完成一些lecture 那我们课堂上就是直接做这些skills 或直接应用在这些临床个案上 那他上课的时候 他是直接会 他不会再复习一遍 他就是直接问你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 就是你真的要做足功课这样 做完功课 他就觉得你那些功课 他就预论你们大家都做完功课 那我们就直接用到临床技巧上面 这跟台湾最不一样 就是啊上课上课 然后坐等老师丢东西 塞塞塞回去背背背这样 嗯 我跟我跟你讲 我其实我去年第一个学期上课的时候 对去年第一个学期上课的时候 就是我我超错的感超重 完全听不懂 哦 完全听不懂 我是同学讲话听不懂啊 因为我乱说 我没有我同学讲话都听得懂 我上课完全听不懂 然后但我回去翻译之后 我想哦 超简单的嘛 只有每一次 每一次要买 因为可能我 可能就是运动的相关的东西 我已经有经验 所以其实 我也要考证啊 所以其实那种对我来说相对简单 我只是要中翻译翻中 所以很多时候考试的时候 我还要 哦 我觉得很痛苦 就考试的时候 因为英文 我觉得英文可能还没有那么熟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 你第一次看 你以为 你以为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勾了 嗯 然后 然后就 可能考完就直接考完 就直接送出去嘛 然后后来再回来 在 就是 分数出来 再再看一次 哎 我那时候为什么会选这个 就是那个 我觉得英文 那个时候还有落差 我觉得 哦 我觉得可能即便到现在 其实还有有一点 嗯 那 整体来说啊 你觉得 教育环境 生活环境 就是两边 台湾美国都经过 你之后会想要回台湾吗 生活环境当然台湾是 喜 更喜欢的 比起热力 但是因为工作环境 还是想留在这 对 嗯 但是中间 也是且看且走啦 主要就是身份 但是你说撇除身份 凭我自己想不想的话 其实我想要从事一个 一半一半的东西 怎么说 怎么说 就是 我就觉得不需要 当然除非有家庭 要小孩之后 就可能要跟另一半 台湾那是另一个人的 是以现在阶段来讲 我还是想要在美国 但未来有机会 然后又在 还有家庭之前的话 我觉得 我会想要尝试 一半的时间在台湾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台湾 三分之二的时间 在美国 嗯 所以现在是有对象了吗 没有啊 所以我才可以 这么自立 我想干嘛就干嘛 好 好 那 嗯 最后正面一点 就是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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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有梦想的 还在台湾 还想出来的人 不管是去美国 去欧洲 去日本 教练 物理治疗师 嗯 你会 当然我们除了承受失败 你除了在 有没有什么 你有想要什么 想要跟他们说的话 或者是 或者是 嗯 你有什么 好 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 跟你两年前 来美国之前的 那个自己说 可以说一些话 你会要说什么 我会说 存多一点钱吧 哈哈 这真的太实际的问题 我啦 因为 来这里就发现 很多紧急状况 那一撒 就撒超多钱 真的是 如果你要 你有准备要来 你觉得前期准备 我反而觉得英文啊 那些什么 只要你敢说 比什么都还重要 所以其实英文 我反而会觉得 是存钱第一名 但他会说 我要利用我的英文什么的 我觉得你只要有 平常有 继续去维持你英文习惯 或者是 找机会 说出来 去使用它就还好 但是实际的问题 就是先存钱 嗯 存多一点钱 是多一点钱 然后还有 另外一个观念吧 如果 最后 最后不能出来 也不要气馁 那你就想想 你在台湾 怎么样能够 达成你的目标 或者是你在台湾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把你 看你是教练啊 或者是PT啊 或者是你的职业身上 你可以做什么规划 那你就把它想象成 那我就用另外一个 方式去达成目标 嗯 不就是说 你今天不能出来 就 就没办法 嗯 也不要 废黑几百 你也可以想说 好 既然我真的是因为经济因素 家庭因素 任何因素 我没办法长期出国留学 那也没关系 你在台湾 设立一个 想达到的目标 然后 台湾也很多机会可以出来啊 比如说你未来 有什么课程 很多课程不是在美国上 然后一次上个四五天 那你那时候再来 是来久一点啊 这也是一个来美国 或者是未来诊所啊 或者球队 有什么机会 那都可以 站得来一下 嗯 还不错 好 最后一part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你可以 你可以先想 没关系 然后我总结 你先想一下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嗯 我觉得 我觉得你刚刚最后 讲的那段期蛮好的 就是 应该说 总结下来 我其实 其实从 一开始 觉得 一开始 对你这个人的意思 就是 好 从最一开始 一开始 我们在讲电话 我在看你的 IG的时候 就觉得 这个人怎么 好像一个小孩子 有点 对啊 对 有点小女孩的感觉 嗯 然后到 刚刚在听你 讲这一路的过程 或是说 实际 承受失败 嗯 经济 然后到 找心理諮商 然后出社会很挫折 那个过程 其实很像看一个 很像看一个小女生 慢慢慢慢的 长大 慢慢慢慢出社会 对 的那种感觉 但 就是 当然 某一部分 会觉得很沉重啦 但我觉得某一部分 你就是也会享受到 就是 你自己走这段路 你会有你的 可能 你开心 你的开心 你达到 你想要 你可能达到 你的目标的时候 你的那种 很爽的感觉 之类的 那 嗯 那我 我其实蛮认同你说 美国其实相较 台湾自由很多 我觉得不是 只是我们 只有自己 跟在台湾 其实是美国 整体的文化 其实比台湾 自由很多 但也因为 这个自由 其实你要 对自己 很负责任 嗯 所以其实 我觉得 我也蛮认同的 所以最后那一段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如果要我说 就是给那么多想要来美国 那么多想要出国留学 我觉得任何产业都一样 就是你最终你想要的是什么 对 或者是说你觉得 你 你的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可以想象的那个画面是什么 然后去往回推 然后如果最后真的没有办法出国 当然我觉得出国不错 可以开开眼界 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但如果真的没有出国 其实没有关系 你就从你的梦想往回推 如果以教练来说 我知道很多教练想要当讲师 那怎么样可以当讲师 你要考哪些证兆 你要 带选手吗 还是你要非常了解 可能 人的身体结构 肌肉 解剖学 机动学 又或者是说 呃 我知道很多人他想要开健身房 那怎么样可以开健身房 很多人 我知道很多人他想要带选手 出来 一定要出来才可以带选手吗 然后 这么多的 运科 设备 真的有比较好吗 那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在台湾做得到的 嗯 对我觉得 然后 在台湾有在台湾的好 嗯 在美国在美国的好 我觉得真的要说 其实 我来这边 接触到 我可以说我来这边接触到全世界最顶尖的选手 就是他 基本上就是要进NB 基本上就是要跟职业队签约的人 然后 其实我觉得 就是要我现在来说 我觉得 在台湾有在台湾的好 在美国有在美国的好 我觉得没有说哪一边比较好 对啊 OK 有问题要问我吗 你诶 我想先知道 你现在目前来美国几年了 我其实不到一年 真的假的 哦 哇 超新的诶 对啊 还有很多挫折诶 还有很多挫折等着我呢 我以为还想问你说 我以为你待比较久 因为他想问你说 以你那个年纪 年数 那个美国年龄 在看我们这个才待两年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很新的 我很新的 我只是因为 我觉得只是因为 呃 没有任何一个台湾 没有任何一个 讲中文的人 然后再来是 因为我一来就是 这么顶尖的环境 其实真的都是黑人 真的都是白人 然后 你要马上进到状况 对 你马上进到状况 然后马上跟大家去竞争 对 然后同时又要读书 哦 对 哇 那现在你呃 应该说来美国到现在 我还蛮好奇 你最大的culture shock 是什么 最大的culture shock 所以是生活 教育 生活吧 生活吧 哦 就是我没有想 因为我 我不知道 我有听 我有听 这是那个 我有听 我这边的 这边的朋友说 Louisville是全美 自安排名前五叉的 对啊 对啊 然后 我有听说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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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经有看过 电视上是怎么演的 你有看过电影怎么演 但你没有想象 就是 当它真实的发生 在你眼前的时候 你会 你 你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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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的感觉 或是那个 就是那个惊恐 其实你 或是你会 整个环境会让你觉得很害怕 我觉得 嗯 我觉得是这个 然后 然后 没有人 然后 你身边那个时候 没有半个 台湾人 我觉得是那个感觉啦 那其他我觉得 其实 比如说 读书啊 或是带球队 带选手 我觉得 因为在台湾 其实已经累积了 呃 可是台湾累积了五年 还是六年的经验 然后 在台湾本来就带很多选手 所以 这些其实都可以弥补 所以我觉得还好 嗯 嗯 对 就是自然让我觉得 非常的 嗯 这个让我觉得 我不要 哦 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 好 就是 有一次晚上 然后我朋友要开车 再我们回家 然后他去加油 然后 前座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说 诶 这个加油站 你看旁边前面 那就是在卖 那就是在 就是 好可怕哦 然后 我就 我就白痴白痴 你知道吗 然后想说拿手机拍 然后 然后说 他说 手机收起来 手机 你只想 等一下被 等一下被 开枪 杀掉 然后他们就 他们就赶快开车 就走掉 你知道吗 我朋友就赶快开车 然后就赶快把我们载走 超可怕 哇 好可怕 对啊 超可怕 我这些可能都是先听说 可能听说 哦 这些西雅图自然最差那一区 会加到自然最差那一区 会有这样 但我还没有 没有 我跟你讲 就是我对面就是这样的 超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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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可怕 对啊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哇 一年 你未来规划 你会想留在这里 你跟你女朋友是远距离吗 对啊 我跟我女朋友远距离 她在台湾 然后 呃 会想要留在这里 然后因为我来 就是我来美国之前 其实我就带选手 然后就有一些国家队的选手 篮球 然后 桌球 因为 那个机已经有点 退掉 对 就是 其实我已经带选手 我已经带 在台湾其实已经带 顶尖的选手 我在台湾也开教练培训 可是我培训教练 嗯 然后 就是那个时候 离开台湾的时候 感觉就是 觉得好像 因为 哦 因为我在离开台湾前 其实我就在访问美国的教练 就会觉得 就是那些很新的资讯在这里 然后 很多东西 其实台湾 没有 没有那个资源 或没有那个机会 让你去发挥 所以 因为觉得说来这边发挥 然后 会当时来 就是想要 在这边 然后看个委之后 在网上进到职业队 不管是篮球 棒球都好 所以 目标当然是会来 在 呃 留在这里为主 但如果 呃 因为 美国身份很重要 嗯 然后 职业运动 就是也是有些种族歧视 所以 身份的问题 所以 就是 且看且走 对啊 然后 就是辛苦女朋友 她很辛苦 对啊 很辛苦 对啊 还有什么问题 我问了你 很多 你还有吗 哦 你会曾经想过把 美国这一套搬回台湾 就是把这些 concept什么的 希望可以把它带回台湾 哦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初会来美国的原因 就是 哦 我讲这个很多人骂我 很多台湾人骂我 对啊 我觉得其实有点像你 在开头讲 就是 其实 台湾 我觉得台湾在训练 选手 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至少 思维 我觉得至少落后 台湾落后美国 至少20年 就是 好 是你也很爽 对 我觉得台湾很可惜 就是大家都很有热忱 跟学习的从容 可是没有那个管道 我真的觉得 如果有一个系统跟管道 不要被用烂的话 真的是 会很不错 不要被用烂的话 反正好 我举例 哇 这会被骂 没事 自己很爽 嘴软 就是 呃 台湾现在比较还在 我觉得还在处于一个 可能运动科学 才刚刚在发展的阶段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仪器 呃 测力板 嗯 可能 BBT 你知道BBT什么吗 测 测量 呃 检测你杠瓶 移动速度 或者是说 嗯 就是 力板 力学那种 对 对 他们觉得那些数据 他们觉得 那些数据 是 是 可能 你要依靠那些数据 如果你可以依靠那些数据 你可以看懂这些数据 然后帮选手 规划他的课表 这是运动 运动产业的未来 哦 但但当你 天本末导致 其实那些 是extra 帮我们 对 对 但当你 X-ray跟MRI 只是要 对对 但他们 依赖了他们来当 对 所以当你如果 如果就是好 我以为我现在在这边 你有可能我有 呃 我有练过田径 我有带 带带一些选手 田径选手 所以 就是其实你可以从动作的细节 看到很多数据 看不到的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 当然我不说美国的教练都很厉害 嗯 只是美国教练可能比较有经验 所以这些东西 他们可能20年前 就有了 可能20几年前 他们就有类似 可能这种 策略版 之类的 所以他们 会去判断说 什么样的资讯 他们要 什么样的资讯 是他们不需要 就像现在我们 我们学校有 最新的车底板 我们学校有3D的 摄影机 可以去 可以去模拟 你骨头的动作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学校有 你刚刚说 那个 那是什么 无众力 对 无众力跑步机嘛 对不对 我们学校也有 然后 反正就是你 各大 网络上查得到的 最新运动科学 我们学校几乎都有 嗯 那我跟你讲 也是因为这样 他们几乎看不懂 选手的动作 就是很基本 你在台湾一起看 很基本的动作 可能随便一个 天真都看得懂动作 他们看不懂 然后他们会用 这些数据去安排 但选 就是 嗯 可能很多选手 因为他们这样 安排的课表 腰痛 但我 啊 我觉得我不要讲 台湾怎么样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所以 然后像现在 我们会很多 会去找 我们很多 会去找 可能20年前 30年前的 田径教练 来这边当顾问 嗯 然后你 你去听他们讲话 他们 他们到现在哦 他们会的资讯 他们可以懂的东西 其实比这些 就是可能 已经是博士了 然后可能是 职业球队的 体验教练 然后 好几年经验 他们就是那些 老教练 没有学位 没有在运动科技 然后也没有 看那么多论文 搞不好都还比他们 更懂 人体的运作 更知道怎么训练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就是当然 我觉得台湾还在起步 就是说要看这些东西 很多人还看不懂 这些数据 我觉得当然 看懂数据很重要 只是 看懂数据之后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人的 他 你的选手怎么移动 你的选手可能今天 关键活动都怎么样 对 我觉得还是回到基础 只是这些东西呢 现在要在台湾讲 大家就会觉得 没有没有 你要看数据 你要看数据 对 我来美国之后 其实发现台湾 在物理治疗师圈 讲的什么系统 手法 就是分派啊 什么的 都没有 都不错 但是他的核心价值 也就是我们 我们 运动 或者是动作科学产业里面 最基础 就是生物 解剖学 生理学 机动学 生物力学 对 就是最基本的东西 身体力学 对 我也是 很推荐大家 那个 back to basic 回到最基础 那这也是核心 没错 好哦 那 我知道你好像有在分享一些 你在美国的生活嘛 对不对 对 对 我会领地更新的 好 如果想要知道 如果对你 对美国物理治疗生活有兴趣 物理治疗有兴趣 或对我们今天聊的内容有兴趣 他要去哪里找到你 其实可以从我的 Instagram 我跟你讲 我甚至太久没有更新 看一下我Instagram的账号 我的Instagram是 Kiki KIKI 然后一个底线 然后 The P-T T-H-E-P-T 对 有问题可以问我 如果没有回 其实可以再多敲我几次 因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Instagram 的会 有时候会不会跳通知 这样 太久没用 没错 真的是太久没用 再为大家附送一次 Kiki The P-T 所以是KIKI 底线 T-H-E-P-T OK OK